在人物的方面呢 我想这个 有些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多讲了 但最近我在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我感觉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可能我们在读的时候 读小说的时候 没有意识到 甚至我估计有的作家 在写的时候 也并不一定意识到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小说写作要在 情急性事件的时候 这个 要从人物的欲望出发 但是在具体说到人物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看到 有些学生啊 写的这个小说啊 故事啊 尽管也会写人物的 一个欲望 因为我们讲许多作品啊 都是学生 自己记忆当中的作品 往往作品的主人公 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 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啊 会比较多的写 这个人物的想法 但是呢 他忽略了 这个人物就是 想做与做的关系 也就是说 一个人物的内心的 情感也好 思想观念也好 他的想法 和这个想法 通过他的行动 去实现 这实际上是小说 在描写人物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面 我最近看这个 严格林的小说 小一多个 他就处理得非常好 小说的主要人物 他写了大量的 这个人物 在采取行动之前的 内心的想法 大量的想法 然后呢 小说在写 这个人物的行动 做的事情 但是呢 仔细去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 人物的想法 尤其是在想法当中 被一个 他要比方说 和小一多哥 两个女主人公之间的 非常微妙的关系 在处理的时候 他往往是想的东西 和他做的 实际的行为之间 不一致 不一致 也就是说 有一种矛盾性 不光是想有矛盾 我们过去讲 人物要有冲突 内心的情感 和他的理念 要有冲突 这是在想的过程当中的矛盾 我感觉到 更重要的一个矛盾 是想和做的矛盾 这是两回事 好的小说 实际上就是 要处理好一个人物 他的欲望 他的想法 和他实际在 做这个事情 把他的想法 在实施的过程当中的 矛盾性 这样一个人物就写活了 就这个人物 不光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在写的时候 就是说 他的想法 在复制行动 而在复制行动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是非一致的 和他的想法是非一致的 所以第二个问题 就涉及到 人物行动上 想做与能做的问题 他想做 但是呢 他不能做 这就要根据小说的具体情景来讲 有的不能做 是受到自己的主观方面的 性别啊 年龄啊 甚至生理啊 情绪方面的影响 他有很好的想法 但他不能做 不能设施 有的时候是受到外界的影响 环境的影响 在某个场合 他的想法不能去做 这个讲起来很抽象 但是在小说的人物处理上 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要处理好 人的想法和他的行为 想和想 这个想做和做的区别 能做 想做和能做的区别 我这个 在和他们研究生上课的时候 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三杂树自恋 这个电影 三杂树自恋这个电影呢 我感觉到有一个片段 处理得非常好 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影片 就是这个 这个秋金啊 这个静秋啊 这个女孩子 和这个老三 这个他的情人 之间这个感情 就是发展到非常好了之后 其中有一个片段 是写这个 静秋有一天晚上 是吧 静秋来到了 和那个老三 一起来到了老三的住室 房间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 啊 这一段的处理 我感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处理非常好 啊 就是说这个这个 呃 静秋有一个对牌 大概的意思是说 啊 就他今天 到这个房间里面来 已经有思想准备的 啊 那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老三提出任何要求 他会 啊 允许的 是吧 然后在这个电影的拍摄过程当中 当两个人 这个这个这个 他也有一个床上戏了 是吧 当老三这个 在两个人在被子里面啊 老三用手去 解开这个 静秋的衣服的时候 静秋用用用手 就推掉了老三的手 啊 啊 然后就是两个人 这个就是啊 没有做爱 啊 这样一个细节的处理啊 这样就是联系到 我刚才说的 啊 想做与做之间是有区别 啊 这个想做与能做之间 也有区别 啊 这个这个片段 处理得非常好 啊 非常好 他把这个这个 这个静秋这个少女的 这样的一种 啊 实际上是带有一种本能的 一种一种一种拒绝 啊 尽管他的理智告诉他 他可以这样去做 但实际上他的本能 告诉他 他不能这样做 啊 不能这样做 是吧 啊 所以这样的 实际上我们在 在阅读小说的时候 经常会会 发现 一些 比较感人的一些片段当中 人物之所以会打动你 实际上 主要的不是在他的外部行为 他做了些什么 主要的是他的行为的动机 他为什么去这样做 啊 为什么这样做 啊 呃 所以我们有 这个有 有的作家说 他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 电视剧之后很不满意 啊 因为确实是这样 人物想做 啊 就人物的想法 有的时候 小说是能够表述的 影像有的时候很难 细意的表现 啊 细意的表现 这也是我们写 文学语言啊 在虚构小说的一个特长 那特长 这个 这个是在 在讲人物 当然这个 人物呢 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的 技巧 啊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多讲了 那么第三是想环境 这个环境的描写 这个实际上是 是小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啊 我刚才说了 写小说 出发 而不是从语言文字出发 所以环境的描写啊 实际上是 你在写的时候 你必须是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 你的眼睛耳朵 甚至鼻子 都能够感受到 你所要描写的那个环境 不管是室内 室外 自然的 或者人间的 这个环境 也就是说 语言文字只是把你这种感官的感觉啊 书写出来 啊 书写出来 啊 所以一些好的小说 尤其是开始的时候 他为了把读者引入到这个作品 故事当中去 啊 有的是以情节的这种冲突 来引诱读者 啊 那么更多的 从文学的角度来讲 更多的是用 非常具体的 感性化的环境描写 来把读者带入到一个 故事的情景当中去的 我们我们读许多 这个这个小说 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啊 这样一种感受 啊 所以这个 环境描写呢 我感觉到这个 这个就是 啊 我们写的时候啊 要注意 你在使用这些语言文字 来写环境的时候 啊 是否 在写的过程当中 像一个画家 用他的画笔 把颜料涂在画布上那样 在使用这些语言文字 当然这个讲起来 容易做起来比较难 啊 但是我感觉到 你要你要 你要让读者能够 进入到小说的环境当中去 你首先自己要进入 这个环境 然后把这个 进入这个环境的一些 感官的感受 用语言文字来书写出来 所以这些语言文字 实际上就已经不是表意的 不是表达概念的 它成了一种颜料 像画家的颜料 会变成色彩线条 这个我感觉到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么当然在环境的描写当中 实际上也有许多技巧 这个我想举一个例子 因为时间关系 就是我们在写环境的时候 往往有这么一种情况 把环境写成非常客观的 这么一种形象 或者说异象 但实际上一个 比较会写故事的一个作者 他写环境的时候 往往会把这个环境的这种 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的 他的描写 环境的描写 和我们之前讲到的 人物的塑造 和情节 的发展 是连起来写的 也就是说 环境描写不是单纯的 对环境的描写 所以说小说当中 有些环境描写 非常美丽 非常漂亮 实际上你仔细读的时候 会发现 这些描写好的环境 它往往是和小说的情节 人物 甚至它的主题 它的一些修词 就是我这个讲修词 不是语言文字的修词 而是讲叙事的这种修词 是相关联的 我举一个例子 《红楼梦》 这个大家都看过 因为今天这个PPT 没有带来 《红楼梦》有一段叙事 很有名的 在乐剧当中 就是带于葬花 是这样子的 说这个宝玉在早饭后 他这个带着惠尊鸡 就是西乡鸡 在这个青方桥的 这个杂桥的桥底下 看书 小说叙事 只见 他正看到路红成正 就是路红 就飘落下来的这个红叶 成正的时候 只见一阵风过 一阵风吹过来 把树上桃花 吹下一大半来 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 这句话 实际上是一个环境描写 环境描写 就是写这个宝玉在看西乡记的时候 身边的身后的那个桃树 被风吹了以后桃花飘落在他的身上 看的书上和地上 是环境描写 但是这个环境描写呢 我感觉到他在这个红楼梦当中 他是带有不光是带有情节性的作用 因为这个 因为桃花落在了地上 所以后来小说叙述的时候 当林黛玉啊 扛着这个 他去葬花嘛 是吧 这个路过的时候 两个人的对话是 从飘落在地上的桃花开始的 所以它有情节性的作用 不完全是写这个桃花飘在地上 落在地上 另外一个对两个人的这种 人物受造也非常重要 因为后来的 宝玉和黛玉之间围绕着桃花 到底放在河里面 还是把它埋起来 有一段对白 这段对白 实际上是表露了两个人的 这个花的这种 一种心性吧 就是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是相通的 所以环境描写好的话 实际上是和情节的发展相关 和人物的塑造相关 就是我感觉到 我不太主张 就纯粹去写 写环境描写 甚至更不主张 我们一个初写小说的人 去静态地去写一些 和自己不相关的环境 不管是这个室内的室外的 包括一个人的屋外表的 当然这个作为一种 比较机械的训练 可能也需要 但是恐怕你有一种 和故事相关的 这种环境描写的训练 你会这个环境写得非常好 你不需要这个环境写得面面俱到 就是你的用意 在写环境的时候 你的动机 不在于环境本身是多美 而在于这个环境 对你这个小说 讲故事是否有用 而读者读这个小说 实际上也是看环境 是回到故事来看的 如果你这个环境写得再好 和故事的人物情节 你的主题没有关系的 那我感觉到 这个环境是没有必要的 在小说当中是没有必要出现的 没有必要出现的 那么这是讲环境 那么至于视角和声音呢 我想简单地讲 因为这两个东西呢是相关的 所谓视角呢 实际上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 就你这个故事到底从什么角度来讲 不管你是用讲述的方式 还是展示的方式 到底是从一个全知的 就是我是讲整个故事 从一个全知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一个现知的 就是一个人物的角度来讲 在讲的过程当中 你是否从一个全知的叙述者 转到一个现知的叙述者 或者是反过来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视角的问题 视角的问题 那么这个 当然这个我感觉到 这个刚才说的 情节 人物 环境 是你在设计的时候 就故事的时候要考虑的 视角和声音 我感觉到是 更多的是在修改的时候去考虑 因为你在写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 很自然的就采取了一个角度 你认为你能够 能够把这个故事 吸引读者的 在这种方式叙述 能够感动读者的 所以这个视角和声音啊 人家在写的过程当中 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 表现出来的 但是在修改的时候 你要考虑的 你会 你会用一个读者的眼光 去看自己作品的时候 那么你要考虑 这个视角上是否有问题 叙述声音上是否有问题 这个声音 我想讲这么一点 这个 就我们想写小说 有一个比较容易 不是说犯的错误 就是比较容易 这样去做的 就是讲故事的时候 比较容易把写作者的一些想法 写到小说当中去 这是无法避免 但是在把这些想法写到 小说当中去的时候 你要注意 就是你的小说的人物啊 特别是主要人物 他是独立的 就是当你把一个故事写活了 这个人物活起来之后 你会感受到 有的时候这个人物的想法和你自己的想法不一样 有矛盾和冲突 这样就会找到 写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表达自己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的评判的时候 自己的想法 有的时候是可以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啊 对白啊 甚至作者本身的这个这个讲述的方式在小说当中写出来 但也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原来的想法 实际上这个人物不是这样想的 他的想法和你的想法不一样 那碰到这个 这个当然是这个写作非常进入家境了 就是说你已经把这个人物活起来了 做造造活起来了 他能够和你啊 对话了就是说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你就是要顺从这个人物 你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这个人物 这是许多老作家 在讲他们小说写作体会的时候 经常会讲到的 像托尔斯泰啊 普希经啊 都会讲到他们在小说人物 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 像托尔斯泰讲这个 安娜这个最后是卧鬼自杀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是说这个人物写写写 后来他活起来了 不光是把作家的原来的创作意图 打破了 而且呢 人物的一些想法 一些行为 有的时候和作家 他当时的想法也有冲突 这个就是 巴赫杰讲的这个 所谓小说的货调 那小说的货调 所以我呢 就是说这个书呢 主要是从这么五个方面 情节 人物 环境 视角和声音 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 这个 所以这个 讲的比较抽象 这个希望我讲的这个内容啊 对大家的写作有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